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9月3号 也就是保国为您 为大家所敬重的军人的节日 崔丁一针为了要庆祝军人节 我们来到了 培植军中财务干部的军事学府 陆军财务经理学校 财务经理学校的前身是军需学校 这所学府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民国元年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首创成立的 财务经理学校诞生于南京 到现在已经有67年的历史 在这里毕业的学员和学生 对于国军财务的业务 非常的有贡献 学校跟随着政府一起迁移到台湾以后 把学校的地址建于 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 台北县板桥的鸡翠村 学校的环境非常的整齐 设备非常的充足 是青年朋友们从军报国 尽得休业最理想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翠丁一针 我们就是要把这所学校的环境 以及种种的设备要介绍给您的 欢迎您与我们一起来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树桃花天国 我从那笔笔交融 天生教会不爱谁 只爱歌 祈祿我 桃花伴着穿风舞 男儿冲入离大宫 今处暴风 穿英雄 今处暴风 今处暴风 一树桃花天国风 灯色挂来歌似风 地步回来华夏会 一切都在祖言中 一树桃花天国风 我从那笔笔交融 我从那笔交融 一树桃花伴着穿风舞 管从歌 歌 曲重荣 一树桃花天国 我从那笔美交融 天生教会不爱谁 只爱歌 祈祿我 好我伴着穿风舞 男儿重荣离大风 荧荣蜂蜂成英雄 营养的爱好为荣 一树桃花天空 每一树花来的四孔 第一孔回来花家为 一切都在出眼中 太阳下山你倒依旧爬上来 放显了明年还是阴阳离开 美丽小妙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别的妈呀哟 别的妈呀哟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太阳下山你早已就爬上来 花儿写了明年还是阴阳离开 美丽小妙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别的妈呀哟 别的妈呀哟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太阳下山你早已就爬上来 花儿写了明年还是阴阳离开 我好有女人去无影踪 我是阳下山你早已就爬上来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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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妈呀哟 别的妈呀哟 我的青春小妙一样不回来 各位朋友 刚刚在校园里 我请教了学校的几位同学之后 那么据他们告诉我 就是财经学校 他们分别分为有正期学生班 气管专科学生班 专修学生班 经理常备事官班 而这些除了经理常备事官班 是初中毕业生就可以报考之外 其他的班次都是要高中毕业 或者同等学历的资格 才可以报考的 那么学校里为了精于财经教育 加强教学的效果 除了一般的教室之外 另外还有电影放映教室 英语绘画教室 以及收支实习 这些专门供专业训练用的教室 另外像他们这里的运动方面 以及娱乐方面的设备也都非常的完善 而且设备的很现代化而新颖 还有您看到没有 这里的学校环境风景优美 而且风降吹了 实在是很凉快 在校园内到处可以看得到 学生们在这里来来往往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 好像很生气蓬勃的样子 我想这就是因为学校实在是具备了 很完善的培育人才的教育环境吧 尊荣了 我猛知打不在乎 这是个无纵的 meltsOOOO, 섯 dance, à 10-6 já 我们不用顾问 我们必须不充断点 嗯,我们必须不充断了 你下雨了 谁不充断点 你习惯了 这是快 leukeou 远比 얘 烟蒼蒼蒼 鸭尾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崖 浪在高岗灯红庄 鸭尾 轻轻的山林穿云小崖 站着一个有情郎 鸭尾 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 那一片绿泊还茫茫 你站在高岗上相相望 是谁在对你深深长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崖 浪尽美佩成双鸭尾 轻轻的山林穿云小崖 我俩相爱在高岗鸭尾 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 那一片绿泊还大 你站在高岗上相相望 你站在高岗上相相望 是谁在对你深深长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崖 浪尽美佩佩成双鸭尾 轻轻的山林穿云向遙 我俩相爱在高岗 在高岗 在高岗 我们来看深深的黄花岗 我们来看不朽的黄花岗 日线花围如潮又像珠江 黄花伴的万世流芳 为自由斩要举起刀河墙 为自由施要昂销上奖赏 但既革面火花缠浪辉煌 早要盛中日月通光 正有民主要人体方向 正去民权要团决力量 难去民生要团团不强 万种日线莫彷徨 我们来看深深的黄花岗 我们来看不朽的黄花岗 歌声比较今生黄花心香 正在高厂阔土崇荒 万种日线莫彷徨 正在高厂阔土崇草 正在高厂阔土崇草 万种日线莫彷徨 我们来看深深的黄花岗 我们来看不朽的黄花岗 歌声比较今生黄花心香 正在高厂阔土崇荒 正在高厂阔土崇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